後來鄉親的這個新聞頭去線 來看就是都沒有人來管理到為何 地數為了這個合璧 新增又秀十五路路邊的這個糕子 刷頭是這樣發出沉沉的臆草 也容易造成淫水的災情 因此這個社會理事長就鄉管議員來臨情 要執管副水理會上單位來匯審 靠臨這個人的貴賞 也來要求盡速改善 後來保障公共衛生和生活品質 看起來好像很乾淨的水高 出來比較低不就冰出黑色的頭刷 發出沉沉草味 這是合璧新增郭秀兵的時貿路 是去灌溉公林的高層 早就變成白水高 但當時都沒有單位負責情毒 頭刷噴射堆疾 則是附近衛生被賣也容易淫水 那尾的都擠在擠在擠在擠 是啦是啦 那如果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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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這你如果擠在擠就比較順暢 應該就不會比較適合 不然你這沒處理就只有這條 這條白水高 因為長期淤泥太多 每朝風下大雨 就會排水會排不及 就導致那個會產生惡錯 還有住戶就會反應 然後我就出來看一下 有關單位啦 能多多關心一下 官員邀集管護公所 加水理會 共同會審 臨庁道路修議館 都市港部處的基金 房裡市場的建議 一年也很遠 學校也在這邊 還有很多民眾都在這裡 都反應說每一次 湊氣沖天 如果我們知道這個管轄 真的是公務處的 我請我們公務處盡快把他清雨 也不會讓水一來 就抹過來 把我們這裡炒到沒皮的衣服 學童在這邊上課 剛剛那個味道聞得很不適味道 所以比較定時 公務處的時 我請他趕快來清清 讓這附近居民的生活環境 會更好 會更清淡 時髦路兵業高準 臨近國小組合也很多 既然希望環境單位要儘速 進度改善 保障衛生和民眾生活品質 大中華新聞 當文青何美 蔡鳳報道